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手书也是环保的一种方式 今天的封面故事要带你来到花莲 看看一间老房子改装的二手书店 环保的理念从里而外 就连餐点也坚持蔬果 不造成地球任何的负担 春暖花开才是品尝芦笋的季节 但是又该怎么料理才能够吃出芦笋的鲜甜爽脆呢 早餐要吃得好才能够元气满满的开启一天的生活 在三重又有哪些美味的蔬食早餐呢 日式的老房子女主人吴秀宁 买下老屋重新翻修 改成只卖书果的二手书店 从餐桌书籍到屋全都是回收来的 我们来看看她的坚持 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 古老风铃就挂在格子窗炉前 随时迎接客人到来 日式老房子有一股怀旧的风情 走进来像是走进时光隧道般 复古的空间让人仿佛回到七十年前的林景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被老房子召唤来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就是很抵抗不了那种日式老房子 它屋顶上面布满青苔的那种老瓦片的味道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冲动地去整理这老房子 直到2012年9月静置已久的老建物遇上了吴秀宁 才又重新鲜活了起来 然后那时候前屋主她要顶让 我白来收书的 我考虑半个小时 我就把顶让金转让给她了 那笔顶让金还是从银行贷款出来的 对就是决定的很快 可是就是那一份经过时间去洗练过那种历史的感觉 会吸引你过来 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说 接下来的诊修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了五个多月 用修复的方式 只要是崩坏的梁柱 就用旧的块木的原料去把它修补 地板一直到屋顶的屋瓦全部翻新 就是把那些白衣啊 把那些潮湿的味道都把它赶走 长着青苔的屋瓦早已走入历史 如今却能重现 说来也是缘分 我们来的时候 屋顶大概有四个地方是破洞的 像旧房景在整修的时候 你如果不把破的地方打开来看 你完全不知道它破的程度是怎么样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当屋顶越开越大的时候 其实你吓了一跳 你去哪里找那个旧的瓦片 买不到啊 有钱买不到啊 因为如果买不到的话 你就必须用其他的素材嘛 可能铁皮啊或什么的 可是我们真的是把它挥复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到附近去寻找 刚好隔壁一条街的草丛里头 就是整整一车 然后他愿意让我们带走 而且是同一个牌子 叫理想派的老瓦片 就是靠那些老瓦片 然后把整个屋顶修好 然后现在也所剩不多这样 清晨的时光 二手书店 小小的厨房里开始忙碌起来 日式老房子 重生在旧物历史的轨迹里 女主人坚持只提供蔬食餐 全部采当令蔬果和不过度调味的主食 希望让客人吃下这份餐点时 可以尝到食物的真正味道 我觉得这就是健康跟尊重生命的概念 但是我希望我有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提供餐点给客人的时候 我希望带给别人是一个没有犹豫的 然后就是对他自己 或者是对技术都没有负担的食物 所以我们在食物的选材上面 就是我们会就是不采用加工食品 或者是人工添加物 那选择的话 大概就是非基因改造的一些黄豆什么的 我们都会采用这些 素材也都是来自就是当地的小农的一些作品 就像这个店里最自豪的手工戚风蛋糕 就坚持用蛋白打出柔细泡沫 代替一般经常被用来添加的泡打粉 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 绝对要吃得安心 二手书《蔬果餐》在阅读的空间里 学习品尝自然美食的滋味 感受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悠闲 日式老屋在文学与蔬果的交流下 提供了一份甜淡幸福的自在 芦笋是一种具抗氧化 而且营养价值高的蔬菜 如果跟松软甘甜的百合一起料理 会绷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天就让杨开瑞老师教我们 一道适合春天的健康料理 欢迎来到我们的蔬食小时光 今天要为大家示范一道和风芦笋炊饭 春天是生产芦笋的旺季 它的口感清脆 微苦中带有一点甘甜 然后除了芦笋以外 我们还有一道新鲜的百合要介绍给大家 松软甘甜的百合 有润肺止咳与安神的效果 要如何选购新鲜的百合呢 百合是零精作物 整颗贩售会比较新鲜 零片包覆性比较佳 通常呢它会有墓穴包裹 以免受潮 若是已经剥开了 那就要早点食用 购买的时候可以 颠一颠看它是否构成 颜色呢它是处于淡黄色 而不是全白 闻起来会有一点花香味 要如何让白米饭变得好吃呢 烤的是充满鲜味的昆布高汤 昆布高汤有丰富的福安酸盐 它能让菜肴变得好吃 高汤的做法是将1000cc的水 配上15公克的昆布 做法有两种 一种是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将昆布和水放入冰箱冷藏隔夜 那这样浸泡过后的高汤 是清澈淡雅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用中小火加热这个水跟高汤 大概小火慢煮约二三十分钟 水不可以煮滚 以免昆布的杂质煮出来 优点呢是汤头味道浓郁 颜色也会比较深 将百合剥开来 慢慢一片一片的洗净 然后呢如果太大的话就切对半 那芦笋呢洗净之后 那我们把它切成小丁 那芦笋切成小丁之后呢 就放在滚水里面汆烫 大约一到两分钟就可以捞起 那捞起如果不是马上要用的话 要记得放冰箱冷藏以免变色 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将米洗净 然后加入高汤还有百合 还有盐 一起放到蒸锅里面去煮熟 饭蒸好了以后呢 趁热我们就拌入卤笋 那就可以放到碗里面 我们就吹饭就完成了 那练碗呢也可以等到这个吹饭 有一点凉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捏成三角饭团 就一样好吃 想要好好坐下来 享受一顿早午餐 在台湾完全不是问题 今天彩姨要带我们到三重 享受一间环境很舒服 而且餐点也很美丽的早午餐 大家好 我是彩姨 一大早出门 就是要把肚子胃饱饱 才能来迎接这美好的一天啦 跟我走吧 哇 你看看 你看我现在前面的 有沙拉 还有贝果 这个沙拉是他们特别的 佛里斯特总会沙拉 它的颜色五颜六色的 有没有看到 那当然呢 上面还有一个 意识香料手炒的杏鲍菇 满满的颜色 这超丰富的啊 这也一定要试吃一下 旁边当然还有搭了一个胡麻酱 我们来看看喔 哇 胡麻酱真的搭什么蔬菜都好吃 我们再来试试看它的金瓜沙拉 听说这是手工的金瓜沙拉呢 它上面还特别搭了黑色的黑芝麻 还有黑芝麻 还有黑芝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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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清甜 嗯 嗯 因为它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那个金瓜的味道啊 直接在你嘴巴散发出来 当然这个沙拉一定要吃它的主角啦 义式杏鲍菇 来吃吃看 嗯 它这个杏鲍菇呢 比较重口味一些 它是可以综合了那个沙拉的那个鲜甜 所以它等于是在这个沙拉里面的一个主角 它可以站出来这样 哈 我在这儿的感觉 嗯 很好吃 嗯 当然我前面这个Bagel也是他们的畅销品 是他们的灶烧猴头菇Bagel 看它里面的灶烧猴头菇在这儿 非常大块 你知道吗 猴头菇的处理呢也是非常的复杂耶 干燥的猴头菇要经过浸泡 脱水 然后再熬煮去除它的苦味哦 这非常繁杂的过程 这个一定要好好来吃一下 而且它里面好像还有放了一个他们的秘密酱汁 秘密酱汁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来吃吃看吧 嗯 嗯 嗯 它那个酱味很有层次哦 它有灶烧酱 它有带点黑胡椒的味道 然后还有黄芥末 而且那个猴头菇它非常的有嚼劲 非常的入味 但是呢 吃起来呢 非常饱足感 里面呢 加上黄瓜 还有沙拉 可以平衡掉那些 重的口味 整体来说非常的舒服哦 一大早可以吃到这么舒服的沙拉 还有贝果 一定会让你整天元气满满 在对的时节用对的方法吃对的食物 就可以减少身体和地球的负担哦 蔬果生和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